第三章,华为中的每个人既是工作者,也是管理者。 提到管理,多数人想到的是领导者、上司或者老板,想到的是地位与层级的区分,想到的是上层人员对于下层人员的控制和指导。 不过管理学之父彼得·德鲁克认为,一位知识工作者如果能够凭借其职位和知识承担起对组织做出贡献的责任,并且做到实质性地提升了该组织的经营能力以及创造出了成果。 那么他就是一位管理者。 就像华为人所做的那样,每个人都在想办法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都在管理和控制好自身所从事的工作。 这样就确保华为成为一个富有纪律、富有责任感且富有活力的组织。 一、更聪明地进行工作。 人是企业的财富,技术是企业的财富,市场资源是企业的财富。 而最大的财富是对人的能力的管理,这才是真正的财富。 人正非? 更聪明的工作是华为海外员工的一句口头禅。 而这句话几乎成为华为员工工作态度与工作方法的真实写照。 有一次,华为驻印度办事处的中国籍员工与印度本地员工开展了一次联谊活动。 在活动期间,一个印度籍项目经理在与中国籍的华为员工谈话时说到一个问题,就是华为人的执着和干净值得表扬和欣赏,但是努力有余而聪明不足。 这个印度籍项目经理认为多数华为员工非常卖力的工作,可是却常常陷入只肯卖力其工作的怪圈。 在他看来,其实工作也有捷径,也有更为简便的方法。 比如,员工在执行计划前可以先确保自己在做正确的事,然后再想办法把事情做对,这样一来就能够把事情做得更好。 这个毫无恶意的建议被中国籍的华为员工记在心里,并且很快在公司内部传播开来。 管理者要求员工在工作过程中进行自我控制和管理,尽量选择更为聪明有效的工作方法,而不是一味地埋头苦干。 比如,在进行项目攻坚的时候,以往很多员工在草草了解项目的一些相关信息后,就急不可耐地动手。 结果,虽然保证了时效性,也体现出了优秀的执行力,可是最终的结果并不让人满意。 而现在员工们会采取一些更为简单科学的方法,在任务开始之前,做好需求确认,项目预测,项目开发,培训计划,质量监督计划,项目必要资源供应计划以及风险控制计划,项目流程定义等,然后再正式开始工作。 聪明的工作并不是投机取巧,而是一种工作的技巧,是对工作效率的一种精妙设计。 很多能力相近,工作任务,工作时间相同的人,最终的办事结果往往大相径庭,主要原因就在于效率,具体来说就在于工作方法的不同。 有的员工习惯了直接动手,有的员工会寻找窍门,有的员工会尽量做好准备工作,这些不同的工作方法往往会产生不一样的效果。 这些工作方法的设计、选择,实际上关系到个人的管理问题,因为员工是执行任务与解决问题的主体,员工对于工作时机、工作方法、工作计划的把握和选择,决定了他们能够达到怎样的工作效率。 而这就是工作过程中管理的部分内容。 无论是企业还是个人,在发展初期,往往更加重视结果而不看重方法,只要能够达到目标,无论何种方法都可以拿来使用,但是随着工作能力的提升,随着工作技能越来越成熟,对于效率的追求成为必然,能够使用最简单快捷的方法实现目标,能够用最合理的方式进行高效率的劳动,才是工作管理中的重点。 管理学家认为工作效率是可以设计出来的,这种设计是从工作专业的角度而言的。 如果从管理的角度来看,效率其实是管理出来的。 合理的安排,科学的设计以及出色的创造力,这些都是管理中需要把握的重要因素。 只不过这种管理通常是工作者对自身工作的有效控制。 在多数情况下,资源始终是有限的,没有任何一家企业及其员工能够无限制地使用资源,能够随心所欲地利用各种资源,这就决定了资源必须得到合理的分配和利用,寻求科学的工作方法成为必然。 此外,更好的方法意味着更强大的竞争力,率先改进工作方法的一方,通常会占据竞争的主动权。 在过去一段时间,华为单纯地奉行艰苦奋斗的文化,企业虽然发展很快,但大多是依靠人力和时间成本来推动的。 尽管艰苦奋斗的作风永远不会过时,但是在工作中仅仅拥有这些是远远不够的,管理好工作效率才是重心。 因此,追求更好的工作流程,更便捷的工作方法,更完美的管理体系成了华为在转型期的选择。 华为公司是国内最先普及平板电脑办公的大公司之一,员工在开会和做记录的时候,通常会被要求携带平板电脑进行记录。 此外,华为公司要求每个人在汇报工作,制定工作计划的时候都必须以邮件的方式进行传达。 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为了熟练掌握各种必要的电脑知识。 手写记录或者编制各种报表同样能够完成这些工作,但是电脑操作比起人工操作更具效率,在发送、传播、查阅的时候更加便捷,而且安全性更高。 在今天,也许还有很多企业和员工习惯于手写,习惯于抄写报表,习惯于纸条小报告,习惯于纸质版的材料和资料,有时候亦有急用,常常会因为无法及时找到相关的文件而乱成一团。 电脑操作则会留有存档,检查和使用起来也非常方便。 很多人认为这是工作习惯问题,但深究起来就是工作方法的选择问题,更是个人对于自身工作的管控问题。 在现如今的社会中,如果工作人员不能熟练运用电脑,不能将电脑资源运用到工作中来,那么就是一种相对落后的管理模式,对于工作的把控力度也会降低。 如果说,艰苦奋斗是人力资源最大限度的使用,那么聪明的工作体现的是一种技术资源的合理选择与配置。 运用更为先进或者更为出色的方法来工作,本身并没有影响工作目标,而且会更快,更顺利地实现工作目标,这对企业或者个人来说都是非常有必要的。 任正非曾经提到了华为公司的性质,他认为华为是一个高工资,高压力,高效率的公司。 很多人只关注到了高工资和高压力,却忽略了华为对效率的追求,这种效率不能狭隘地理解为工作中的办事效率,而是管理和运作的效率。 对于任何一个工作者而言,想要更好,更快地实现工作目标,想要为企业创造更大的价值,都应该懂得选择更为科学,有效的工作方法和管理模式。 2.关注并调动身边的资源 我们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并首先从团结我们身边的人做起。 任正非 很多新员工在进入公司的时候,工作热情往往很高,只要上级领导一下达任务,就立即动手去做。 这种态度固然值得赞赏,但是所带来的成效却并不好,新员工在工作中会发现各种问题接踵而至,人手不够,各种必要的资源欠缺,不是缺这个,就是少那个,只能到处跑来跑去,尽可能将所有需要的资源凑齐。 这样一番折腾后,员工耗费了大量的工作时间和精力,结果反而不能让老板满意。 这种混乱局面是多数新员工都会遇到的问题。 而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很大一部分原因就在于新员工在工作之前没有做好资源的调配和管理工作。 管理通常分为主动管理和被动管理,比如员工在接受公司被动管理的时候,在执行任务时,同样要进行相应的主动管理。 这个主动管理更多地体现为员工如何去应对自己的工作,而其中最常见的就是资源管理。 有人说制大国如烹小仙,其实工作也是一样,执行工作任务的人,就像炒菜的厨师一样,上级要求做出一道好菜,这道菜就是任务。 而做菜的原材料以及油盐酱醋等佐料,则需要员工自己去准备,更需要自己去安排和搭配。 这些材料与佐料就是资源。 想要把菜做好,就要懂得管理和搭配好各种材料和佐料。 很多新员工在工作中出现问题后,往往会抱怨工作难度大,会抱怨自己得到的支持不够。 可从工作过程来看,真正的问题在于他们并没有认真观察自己的身边有什么样的资源,也没有有效地挖掘和利用好身边的资源。 换言之,如果员工善于规划和管理,那么就可以轻松地分配资源和调动资源,真正把工作做到位。 华为公司非常重视资源的合理分配与安排,而员工也形成了良好的关注资源的意识。 首先,华为公司为员工提供了最优秀的技术支持,合作伙伴,指导老师以及先进的开发设备,旨在为员工打造一个具备优势资源的开发平台。 另外,很多在华为工作的人表示,自己在工作中可以获得足够的资源,有效避免了员工有能力而缺乏支持的情况的出现。 不过公司提供资源是一回事,如何有效调动和利用资源则是员工个人必须做到的事情之一。 在华为公司,任何一个员工都能够积极调动身边的资源,而其他人也会尽量想办法予以满足。 比如,在进行市场开发的时候,华为员工可以在短时间内从其他员工以及其他部门手中集合众多的资源, 从研发部门拿到产品的数据,从财务部拿到更多的资金,从技术资源系统的产品部获得客户反馈的信息,或者直接从客户那里了解市场行情。 即便是在市场部门内部,也可以随时调动相关的资源,确保目标工作得以顺利完成。 所以,任何一个部门的员工都有能力收集到更多的有用的数据和资料,也有必要这么做。 对于华为而言,一个大一点的项目从计划,需求地提出到整个项目运作的最终完成,往往要花费一年半左右的时间。 这些项目虽然是某个部门或者某一个人负责的,但却是整个企业共同来完成的,项目的负责人与工作人员往往需要协调,来自各个部门的项目成员,还要对所有的资源进行整合安排。 如果员工不善于管理和调动资源,那么整个工作就会陷入停滞状态。 一个员工的价值并不仅仅在于他自身的工作能力,更在于他对于工作的合理控制与管理,在于他是否善于利用各种资源。 优秀员工总是能够有效调动和整合身边的资源,确保这些资源实现价值最大化。 在日常工作中,这些资源不仅仅局限于物质的工作条件,它还包括一切人力和物力,比如工作者本人、领导、同事、下属、服务的客户、供应商、工作设备和各种材料等。 重要的是,多数人都拥有这些资源,但是能不能利用且该如何利用,就成了员工之间能力的最大区别。 有的员工拥有众多资源,但是不懂得调动这些资源,一味单独蛮干,或者说有资源却不知道该如何进行整合,最终不仅造成了资源的浪费,而且效果还不好。 有的员工虽然掌握了很少的资源,但是总能够进行合理的搭配和利用,从而最大限度地发挥了这些资源的功效。 员工在接到工作任务以后,一定要养成资源规划的习惯,而在规划资源的时候,需要弄清楚一些资源的资源。 要了解工作中应该向谁汇报和请示,而且怎么样才能让自己的汇报工作获得通过。 要了解下边人的想法,弄清楚他们各自的能力与特点,搞清楚工作中需要和哪些人员进行对接,可不可以从这些人中获得更多的提示和帮助。 此外,员工必须明白和工作相关的技术资源到底有哪些,这些技术资源可以通过哪些渠道来获得,而关键物料又是如何供应的,实验设备以及环境资源如何,个人在工作中如何获取这些。 在了解并获得这些资源后,最重要的就是确保自己能够合理支配这些资源。 这一系列的任务都是员工的工作内容之一,如果只是单纯地执行一个命令,或者围绕着上级简单的几句交代去办事,而缺乏必要的管理手段, 那么可能会因为资源欠缺或者搭配不合理而导致任务失败。 而且,从竞争的角度来看,如今想要获得更多的竞争优势,首先要看谁手里掌握的资源更多,毕竟资源越多的人,竞争优势越大。 其次,要看谁的资源整合能力更强,竞争优势更大的通常都是那些更善于整合和管理资源的人。 从这两个方面来看,员工应该积极提升自己在资源管理方面的才能。 三,做好自己的时间规划。 两个小时可以干完的活,为什么要加班加点拖到14个小时来干? 人正非。 在企业或者个人谈到资源时,通常能够想到的是资金、原材料、人力、技术。 而在众多资源中,也许时间是最不被人重视的。 在工作中,多数人都没有建立起科学,而明确的时间概念,也不够重视时间在工作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 多数人可能忽略了以下两点。 首先,时间的重要性,从企业或者个人的发展来看,时间就是金钱,就是效率,就是经济效益。 其次,从必要性来说,时间是一种不可再生资源,每过一分钟一秒钟就会失去或者减少一分钟一秒钟,而且这种资源流失是无可替代且永久性的。 正因为如此,时间管理成了一个热门话题,也是企业与个人在工作中需要面对的重要问题。 那么该如何重视时间并进行时间管理呢? 华为人认为,重视时间并不是要求员工一天20小时不下线的苦干和死干, 而是要求员工懂得把握和提高时间的利用价值,在最短的时间内高效地完成任务, 在最短的时间内尽量创造出最大的价值。 同时,要懂得把握时间的规律,并按照自己的实际情况,对时间做出合理安排。 时间管理是一个非常庞大的概念,简单来说,就是时间的合理安排和有效利用。 而如何进行有效利用与合理安排时间却是一个难题。 毕竟作为一种最常见也最容易被忽略的资源,多数人难以做到合理控制和管理时间。 很多人抱怨时间不够用,但通常情况下不存在这样的问题。 所谓的时间不够用,一般来说是因为工作当中的时间规划能力太差。 比如很多员工在工作时缺乏计划,而无计划,无目的的工作往往会带来很多风险, 造成工作时间的浪费,并导致工作越来越不顺利。 有的员工组织工作能力缺乏,这会导致工作重复,沟通不良,工作断断续续,以及主次混淆等情况。 有的员工时间控制不够,喜欢习惯性拖延,对不速之客的处理时间过多,经常接电话,以及带有泛滥的会议病。 有的员工整理能力不足,以致花费了大量时间来整理和收拾物品。 还有一部分员工做事不够专注,进取心不足,导致上班期间态度消极,或者经常寻找诸多借口来推掉工作,喜欢长须短叹或者发牢骚。 以上几点几乎是所有企业员工的通病。 综合来说就是工作效率低下,以及和时间浪费过多。 如果进行科学合理的时间规划,就可以有效理清工作头绪,并了解相应的程序和脉络,就能够有效降低工作中的风险,同时减少工作中的压力与阻碍。 那么,如何才能做好时间规划呢? 这个问题见仁见智,但是时间规划作为工作规划的一种,自然需要确定更为科学合理的步骤。 华为人通常会确定以下几个步骤。 第一步,收集任务。 对员工而言,在正式工作之前,要罗列未完成的任务,各种行动方案,以及正在等待执行的任务,并进行专门记录,确保不会遗漏。 在华为公司,管理者通常习惯在每件手写物品上注明日期,像一些即时变条,与客户通电话后的随手记录等。 这些记录花费的时间很少,却能获得很多有价值的信息。 第二步,整理任务。 员工必须对自己的工作任务加以区分,可行动的任务可以立即着手执行,无法在短时间内完成的可以对下一步行动进行管理。 而不可行动的任务可进一步分为参考资料,日后可能需要处理以及垃圾等类型。 在整理任务方面,华为人通常会遵守一些基本原则,比如每次坚持从最上面的一项开始处理,尽可能逐一处理每一个任务。 坚持每次只集中精力处理一件事情的原则,开始处理任务时,立刻判定它的实质及处理方法,防止二次处理带来的时间浪费。 第三步,管理任务清单。 对于那些参考资料的管理,或者对下一步行动的管理,一定要制定任务清单,比如通过文档管理系统来管理参考资料。 而对用来记录那些委派他人去做的工作的等待清单,记录延迟处理且没有具体完成日期的未来计划的未来清单,以及记录后续工作任务及要求的行动清单,则进行下一步行动管理。 在华为公司,员工会详细制定自己的任务清单,如果某个项目的步骤比较繁琐,则会对其进行进一步细化处理。 例如,华为员工会按照地点分别记录任务,弄清楚这些任务是在电脑旁、办公室、电话旁进行,还是在仓库进行,同时要弄清楚在这些地点应该执行哪些任务。 第四步,回顾与检查。任何一项工作任务清单的制定都需要进行事后检查,这是为了确保工作任务的准确性与及时性。 在华为公司,员工们通常按周进行任务检查,员工每周都会检查并更新所有的任务清单,并计划好未来一周的工作。 在检查更新的时候,员工们要做的就是弄清楚自己需要关注哪部分的工作内容,以及什么时候开始关注这些工作内容。 与此同时,为了维持系统的持续运转,以及更好的从事更高层次的思考和管理活动,员工们要明白自己需要采取什么行动,多久进行一次回顾与检查。 第五步,开始行动。 如何在维持系统和行动时取得理想的效果? 这对任何员工而言都是至关重要的。 为了达到最佳的效果,员工在选择清单以及清单上的事项来实行之前,应该充分考虑到所处的环境、时间长度、经历情况以及重要性等因素。 比如,华为人在开始工作之前,会弄清楚工作中需不需要一台电脑、一部电话,需不需要更多的帮手, 自己需要花费多少时间以及自己拥有多少时间,自己的身体状况如何,该如何合理地安排各项工作任务,以及弄清楚哪些工作最重要或者更加重要。 这五个步骤充分显示了华为人在时间管理和规划方面的合理性,通过合理有序的准备工作能够确保工作时间的有效利用。 此外,华为人还将自己的时间规划变成一种表格化的工作规划。 而为了将这种表格化的时间规划技巧进行泛化处理,华为公司又提出了很多时间规划的方法。 比如,华为员工会将每天要做的事情列成清单,尤其是在会议结束后,会将任务记录下来,以便及时查阅。 对于一些当天或者当时未能完成的工作,华为员工会寻找原因并做好标记,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尽快完成,防止清单上的任务越积越多。 华为员工经常以阅读,季度的形式规划好需要优先处理的工作事项,为了防止自己忘记规划的任务。 华为员工大多会通过设置电子日历、手机备忘录、闹铃等进行提示。 华为公司还要求员工必须保持办公环境尤其是办公桌的整洁,确保不会为整理和寻找物件而浪费时间。 此外,华为员工会对文件材料进行分类处理,一些不需要或者用不上的文件会被及时删除。 科学合理地做好时间规划,往往可以有效提升时间的利用率,能够尽可能地减少不必要的时间浪费,因此时间管理是很重要的一个环节。 科学合理,在企业中,作为时间的掌控者与执行者,如果员工们能够真正做好时间规划,那么就一定可以更好的提升工作效率,可以创造更大的价值,对自己的职业生涯也大有弊益。 四,不要忽视了自己的决策能力。 现在流程上运作的干部,他们还习惯于试试、请示上级。 这是错的,已经有规定,或者成为惯例的东西,不必请示,应该快速让它通过。 任正非 2009年,华为公司总裁任正非在题为,让听得见炮声的人来决策的讲话中多次提到,应该让听得见炮声的人来决策。 后方配备的先进设备、优质资源,应该在前线一发现目标和机会时,就能及时发挥作用,提供有效的支持,而不是由拥有资源的人来指挥战争,拥兵自重。 谁来互换炮火,应该让听得见炮声的人来决策。 这句话证明了华为是一家愿意放权的企业。 而任正非,也是一个注重提升员工决策能力的好领导。 在华为内部,一些重要的大事,比如战略规划或者政策性的决策,都需要高层参与进来。 而对于工作中的一些小事情,员工则完全拥有自主做出决定的权利,而不用每一件事都往上汇报,不用每一个环节都必须征得上级领导的首肯与授权。 在研发部门,研发人员可以按照自己的理解去进行设计。 在市场部,市场调研与开发人员可以决定市场开发的走向。 在华为公司,员工从来都不是被动的执行者,而是允许获得一定程度自主权与决策权的工作者。 在各部门的内部会议中,员工们通常都喜欢积极发言,说出自己的真实想法,有些人则认真做好记录,然后进行分析,加入自己的见解,从而为上级领导做出正确决策,提供各种积极的建议。 华为公司之所以积极地让员工参与决策,原因就在于员工通常更加熟悉工作中的问题,他们的看法与观点也更加真实、客观,而且更具针对性。 此外,员工作为企业中的执行人员,有权按照自己的理解适当做出决定,这是培养员工主人翁意识的重要保障。 当员工自觉参与企业的决策后,他们在管理方面的信心与能力会得到提升。 工作的效率也会得到提升。 一般情况下,一些企业的员工会认为自己只是接受命令、服从命令,然后执行工作任务的人,所以根本用不着关心企业的计划和规划,也不用在乎这些计划是否合理,不用在乎这些任务是不是真的符合公司的利益。 正因为如此,在开会的时候,有些员工常常心不在焉,在底下开小差,或者干脆呼呼大睡,他们从不在乎领导们说了什么,更是从来不提什么意见。 即便真的有机会提什么看法,他们也会说,这不是我该做的我,没有必要操这份心我犯不着冒这样的风险。 在他们看来,将决策推给上级领导,是最保险的做法。 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有很多,首先是员工的主人翁意识不强,对于公司的事情过于冷漠,其次就是员工缺乏决策的意识与能力,他们从来没想过自己可以帮助企业做出一些决策,也从未想过自己可以做出决策。 加上公司的管理者常常有意无意地在这一方面压制了员工的权力,于是在潜意识中,员工就完全压抑了自己做决策的想法。 正因为如此,员工通常会产生一个误解,认为自己的全部任务就是接受并执行工作。 可是,作为企业运行体系中最终的参与者,员工所承担的责任和工作,其实远比单纯的执行任务更多。 即便从工作任务本身来看,员工需要负责的部分也有很多,包括工作进程的掌控,工作问题的解决,工作方法的应用,工作结果的追求,这些都需要员工自己进行管理和选择。 此外一些关于细节的决定还需要自己做,毕竟当领导将工作交给你之后,就不太可能过多地干涉和参与进来。 员工不应该将自己定位成一个只知道执行任务的傀儡,因为如果员工只是按部就班的执行命令,那么机器人的工作效率无疑会更高。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创造力和主观能动性,而正式人的主观能动性赋予了员工更大的价值。 所以从根本上来说,激发员工的主观能动性,让员工更加积极地参与到企业的发展中来,并帮助他们提高决策的意识与能力。 这才是企业管理的重中之重,也是员工自我提升,自我完善的重点。 那么,员工该如何维持并提升自己的决策能力呢? 华为公司的一些做法,或许值得借鉴。 首先,要改变预事就上报的习惯,毕竟员工在承接工作任务之后,就成为这份工作最大的负责人,就有义务和责任去管理和控制好工作进程,有权利去适当做出决定。 就像华为人所做的那样,只要不违背工作计划与工作原则,那么可以自主决定自己该怎么做。 需要注意的是,那些有勇气做出决策的员工,才有机会成为上层的管理人员,才有机会进入公司的决策层。 其次,开会时要积极建言宪策,尽量让自己参与到公司的决策中去,无论自己说的好与坏,都无关紧要。 因为这是个人责任感与团队意识的重要表现,也是锻炼和提升个人决策能力的重要方法。 在华为公司,每年都有一些为公司决策做出重要贡献的员工受到奖励。 再一次,关键时刻要有决断的魄力。 关键时刻或者紧急情况,通常最能体现出一个员工的应变能力,决断能力以及勇气。 遇事犹豫不决,或者想办法让别人来帮助自己做决定的员工往往难以负担起工作。 而那些能够依靠自己的分析和判断立即做出决策的人,通常更具有担当和魄力,处理问题的能力也要更加强一些。 从本质上来说,让员工参与公司的决策是一种人本管理。 而如果单纯地从员工对自己工作进行负责与决策的方面看,则是员工自我管理的一部分,显示出员工对自己本职工作进行掌控与管理的期望。 而员工也有权利和能力去管理自己的工作行为,并且这种管理,通常决定了员工的工作能力与工作价值。 5.及时做好自我反省 我也不在乎接班人是否忠诚,接班人都是从底层打出来的。 打出来的英雄同时又能够进行自我否定,自我批判。 任正非 在华为的冬天,一文中,任正非开头就满怀忧虑地说了这样一句话,公司所有员工是否考虑过? 如果有一天,公司销售额下滑,利润下滑,甚至破产,我们怎么办? 我们公司的太平时间太长了,在和平时期升得官太多了,这也许就是我们的灾难。 泰坦尼克号也是在一片欢呼声中出的海。 而且我相信,这一天一定会到来。 面对这样的未来,我们怎样处理?我们是不是思考过? 我们好多员工盲目自豪,盲目乐观。 如果想过的人太少,也许这一天就快来临了。 居安思危不是危言耸听。 任正非建议所有华为人要有自我批判,自我反省的精神,能够及时找出自己工作中的缺点和不足,了解自己的忙区以及犯下的过错,及时加以改正。 在华为公司,任何一个实习生在做协议宣讲的时候,通常都会遭到老员工以及同事们的强烈批判,大家会毫不犹豫地指出实习生的不足。 在华为的新生社区里,无论是谁都可以畅所欲言,都可以提出重肯的批评。 有一次,一个员工在社区上留言批评了公司内部的某位高管,结果这位高管竟然找到社区负责人,让他查一查批评者的功耗。 社区负责人觉得很为难,于是就将这件事告诉了任正非。 任正非二话不说,立即将自己的功耗报给社区负责人,让他拿这个去向那位高管交差。 结果,那位高管发现是任正非的功耗,立即没了动静。 如果说别人的批判能够起到止血的作用,那么自我批判与自我反省则是防止出血的关键。 华为公司是一个非常注重研发的企业,而为了防止在研发中造成浪费。 华为此前多次开展了反幼稚活动,目的是批判那些缺乏市场化、工程化意识,在开发过程中只注重实验室性能,而忽视技术、产品的市场价值以及推广问题的研发人员。 每次开展这样的活动,总有一些研发人员会主动上台,领奖,因为他们的工作失误产生的废品,以及由此造成的其他损失的凭证。 尽管上台的员工会遭受嘲笑,可是没有人对此感到愤怒,他们会心甘情愿地将自己所犯的过错呈现在大家面前,以此来激励和监督自己的工作。 自我反省和自我批判显示出了一家企业的企业文化与管理文化的成熟,也展示出了员工们所具备的职业化的特质。 对员工而言,在提升个人工作能力,降低工作风险方面都需要加强自我反省,要明白自己的工作有什么缺陷,为什么会出现这些问题,自己是不是还能做得更好,是不是有必要去做得更好。 整个工作流程通常包括准备工作,执行工作以及最后的检查工作。 而多数人都将关注度停留在准备阶段,执行阶段,认为只要做完工作就算完成了,却很少有人做好检查工作。 我将工作做完了几乎成了员工们汇报工作的口头禅,结果工作做完了之后,漏洞百出。 事前控制,事中控制的确很重要,但是事后控制同样不可缺少。 任何一个企业,任何一个员工都应该做好事后的调查与管理工作,要及时查找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与失误。 查找问题并及时反省自己的工作方法,原本就属于执行力的一部分,更属于企业管理的一部分。 而在一个追求更高的合格率与更高效率的年代,任何人都能够做到更好,而且也应该要做得比自己想象的更好。 而要做到这一切,就要懂得认真反省自己的工作,要懂得认真查找工作中的问题。 在华为公司,很多人都总结出了自我反省的几个重要原则。 第一,记住自己曾经犯过的错。 古神沃伦·巴菲特说,在犯新的错误前,回顾一下过去的错误倒是个好主意。 对员工来说,做完一份工作后,应该想一想自己过去犯了什么错误,如今是不是有可能重蹈覆辙。 这种自省方法的最大好处在于执行者能够最大限度地接受过往的经验教训, 而且就公司和老板而言,绝对不会容许自己的员工接二连三地犯同样一个错误。 这绝对是公司里最大的禁忌。 华为人每一次犯错后,都会将自己的错误记录下来,在下一次工作的时候进行查看,以此来警醒自己。 这几乎成为一个习惯。 正因为如此,他们的工作才能够做到精益求精。 第二,留给自己一定的思考时间。 任正非在一次高层会议上提问, 我的水平为什么比你们高? 大家回答说,不知道。 任正非接着说,因为我从每一件事情,成功或失败,中,都能比你们多体悟一点点东西。 事情做多了,水平自然就提高了。 任正非的成功在于,他懂得思考,能够在思考中反省和审视自己,有优点就继续强化和提高,有缺陷则想办法改正。 很多员工每天都要加班,每天都在忙碌,看起来非常勤奋和努力,却忘记了给自己留一点时间进行思考,没有想过自己这么做是不是正确,没有想过如何利用自己的优势,也没有想过有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更没有想过是否还有机会进步。 由于缺乏足够的思考时间,最终的办事效果并不好,而且获得进步的空间很小。 正因为如此,在工作中,无论有多忙,都要抽出一点时间来思考,对工作方法、工作方向、工作项目等进行摸索,以此来创造更多的契机,使工作更加科学合理。 第三,失败后不要找借口。 有人说别缴的工人总是说工具不好。 很多员工在工作任务失败之后,喜欢替自己找借口来解围,甚至抱怨自己获得的支持不够多,抱怨工作难度太大,抱怨工作环境太差。 失败是工作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如果为失败找借口,就是工作中最大的失误。 毕竟在失败来临之后,最重要的是寻找失败的原因,并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防止重蹈覆辙。 一味地寻找借口,只会养成推脱责任的坏习惯,而且对于问题的解决以及个人的进步毫无益处。 任正非多次强调,工作中出现失败是常见的,但是为失败找借口则是不负责任的表现。 这样的人不符合华为的用人标准。 华为公司制定严格的考核标准,只要没有完成工作任务,必定会影响考核的分数,任何借口都于事无补。 因此,与其想办法找借口,还不如从中吸取教训,寻找更好的方法来解决问题。 自我反省是员工掌控工作的重要方式,也是管理本职工作流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即是反省和检查,能够有效避免走弯路,能够有效减少犯错的概率,还能够在不断地思考和摸索中寻找到更为高效的方法。 所以,自我反省既是员工防错机制的一部分,也是创新机制的一部分。 六,对自己的工作岗位负责。 在本职工作上,我们一定要敢于负责任,使流程速度加快,对明哲保身的人一定要清楚。 人正非 很多公司会采取责任制的方式管理员工,这种责任制能够有效保障员工的工作,但在实施的过程中,多数员工并没有意识到要对自己负责。 他们仍旧生活在完成工作任务然后每个月临走工资的状态中,在他们看来,自己唯一要负责的就是上司,按照上司的要求,把工作做了就是工作的全部。 很多员工认为工作是公司给的,工作任务也是公司的,做得好与坏与自己没有太大关系,所要面临的后果也与自己无关。 有的员工认为上面有领导监管,自己的工作只要不出大的差错就行。 但是,任何一个员工都要明白自己既是为公司工作,同时也是为自己工作,毕竟工作的好与坏往往与自己的业绩、工资,晋升有直接的联系。 把工作做好了,对自己有百利而无遗害。 所以,华为人认为,员工在接受公司监督和管理的同时,也要进行自我管理,以便能够认真负责地完成工作。 这种认真负责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执行力,对于任何一个员工而言,完成工作任务是最基本的责任。 只要还在企业之中,还受到管理体系约束,那么员工就有义务认真完成每一个工作任务,按时完成任务成为每个华为人的工作准则。 据说很多华为员工在接受命令后会将完成任务的期限,工作要求以及工作目标写在纸上,然后努力去做。 很少有员工会故意拖延,更不会无缘无故就放弃任务。 其次,员工应该懂得自律,不要做一些违背工作原则的事情,更不要违反公司的规定,违逆上级领导的命令。 自律是员工做好本职工作的重要保障,也是员工能够积极融入企业团队的关键,一个不能管理和约束自己行为的员工,往往会被企业排斥在外。 华为公司员工手册,是每一个进入华为的新人必须熟读和背诵的文件。 手册明确规定了员工必须遵守的法则,比如员工要忠于职守,服从领导,爱护公务,保持卫生,按时上下班,不准吵架斗殴等。 一旦有员工触犯了规定,就有可能受到扣除奖金与工资的惩罚,甚至会被开除。 所以在华为,员工的自律性都很强,很少有人会违反公司的规定。 再次,员工应该善于寻找最适合自己的岗位,如果觉得自己干不了这份工作,或者不适合,不喜欢这份工作,就不要硬着头皮顶上去,应该自发自愿地工作,不要总是被人逼着干,不要被人赶着走。 另外,如果自身能力不行,不能胜任这份工作,也要懂得知难而退,不能因为高工资,高职位而罔顾实际,不适合的工作只会害了自己。 建立清晰的自我认知,了解自己的职业兴趣,选择与个人能力更切合的工作方向。 华为公司在招聘新员工时,会给每个员工发放一张职位申请表,让员工自己选择工作岗位和部门,这样就给了员工很大的自主选择权。 而一旦员工在工作之后感觉到不适应,那么公司就会对这些职位进行调整。 这种做法可以让员工更好地做出选择,也对个人职业有更好的管理与规划。 最后,对工作岗位负责还包括处理与同事之间的关系。 做好与上下级之间的沟通交流等。 沟通交流是确保整个团队结成一个整体的重要保障。 认真负责的人会从大局上看待自己的工作,会将自己的工作纳入到整个管理体系和运作流程当中来对待,而不是孤立地当成独立的一部分。 因此,员工们能够明确自己应该做什么,并且在短时间内让所有相关的人了解自己的工作进程及工作中可能存在的风险。 为了确保工作的顺利进行,华为公司早就构建了完善的沟通机制。 任何时刻,各个部门以及部门内部、上下级之间都可以实现顺畅的交流,一旦其中一个工作环节出错,就可能影响整个工作流程,导致后续环节的所有工作停滞。 正因为如此,员工需要及时反馈自己的工作信息,并始终保持各部门之间的联系,防止出现一步出错,步步出错的情况。 以上几点只是责任感的集中体现,而真正对工作负责应该体现在工作的方方面面,也体现在员工的办事能力以及办事态度上,必须能够体现出一名员工最基本的素养,更能够展示出个人的管理能力。 在多数企业中,员工仍旧处于被管理的状态,缺乏主观的管理意识,他们仍旧处于对人负责的工作状态中。 这种被动的工作状态会导致员工丧失更多的主观能动性,并降低他们对工作的热度和专注度。 时间一久,不仅公司的管理容易失控,员工对于自己的工作也会逐渐放松,并产生职业倦怠。 如何让员工更主动,更积极地参与到企业的整体运作当中来,是各个企业以及所有企业家都关心的问题,也是员工们需要面对的问题。 而认真负责地做好自己的工作,是员工融入企业的前提,也是获得成功的基本条件。 华为公司多年来,一直实行对事负责制,而对事负责实际上就是对工作负责,目的是要让员工管理好工作的各个方面。 这是对个人管理水平与管理意识的考验,也是企业管理方式的一种进步。 所以,对员工来说,他们不仅要拥有出色的工作能力,还要拥有足够强的责任感与管理力度,要对自己的工作认真负责到底,其中包括打造一流的执行力,保持良好的工作状态,明确自己的定位和工作目标,强化与他人之间的沟通交流,并注重团队合作,而且要有一颗更加专注的心。 这种负责的态度可以让员工变得更加优秀,并更快地走向职业化道路。 七,改变工作中的习惯性动作。 华为不干涉员工的自由,不过一些不良的习惯还是应该改一改,最好不要影响工作。 人正非。 在工作中,员工常常会有一些习惯性动作,这些动作都是下意识的反应,有些动作能够适当调节工作者的身心状态, 但多数动作都是坏习惯,虽然没有违反公司的规定,也不存在纪律性的问题,但是往往会产生一些不良影响。 比如,行为学家经过观察,发现个人在工作中高达90%的动作都是不礼貌或者让人感到不舒服的, 比如摆弄头发,醒鼻涕,把手指伸进鼻孔或者耳孔,敲打桌子,用鞋底摩擦地面,敲二郎腿,鞋躺在椅子上, 习惯性的看手机,把资料文件翻得哗哗作响。 此外,还有一些习惯性动作可能会造成工作时间的浪费,甚至会打扰自己的工作, 像转笔,整理头发,抠指甲,用笔,在桌子上画来画去等。 类似的小动作虽然看起来不起眼,但是往往会给自己和他人的工作带来很大的困扰。 心理学家认为,那些经常做习惯性小动作的员工,与同事之间出现矛盾的概率要比很少做小动作的普通员工更高, 他们的工作效率则比其他人都要低一些。 如果用摄像机记录那些员工的工作状态,就会发现同样的时间段里, 好动的员工所完成的工作量要比其他人少很多。 也许很多人不以为然,但过多的小动作往往会严重影响工作状态。 首先,过多的习惯性小动作本身就是一种时间上的浪费, 虽然每一个小动作可能也就几秒钟到一分钟不等, 但是一天下来,积累起来的时间也很可观。 其次,有人觉得一些下意识的小动作会促进思维, 这种说法并不完全正确,因为在多数情况下, 小动作会分散个人的注意力,会让人变得不那么专注和投入。 所以,过多的小动作不仅会打乱自己的工作节奏和工作思维, 还会让工作断断续续,从而影响自己的工作状态。 另外,小动作太多也会影响到别人, 从而容易引发同事之间的矛盾冲突, 最终会造成工作的中断,还会引起不良情绪, 这样就更容易导致工作不在状态。 正因为如此,很多公司都对员工的言行举止有着严格的要求, 比如华为。 华为公司向来重视员工的纪律性, 也非常重视员工的个人形象。 每个员工都要懂得约束自己的言行, 一些坏习惯也要加以修正。 在平时的工作中, 员工们必须保持端正的坐姿和站姿, 如果有人歪歪扭扭地靠在椅子上办公, 或者在交谈时坐在办公桌上, 一旦被领导发现, 就会因为作风问题而被扣除部分奖金。 员工在工作中出现一些不雅的行为, 或者因为某些小动作而发出了噪声, 同样会受到警告处分。 有些人觉得华为公司有些小题大做, 毕竟谁都有习惯性动作, 不过对于一个讲究办事效率的公司来说, 任何不良的习惯性动作都会造成时间和资源的浪费。 在华为的时间管理法则中, 培训者明确要求员工要戒除一些不良的小动作, 因为这些小动作会破坏工作的节奏和状态, 影响员工的专注度以及执行效率。 而在戒除这些小动作时, 培训者建议员工给自己安排一些紧凑的工作, 因为研究人员发现, 员工在相对空闲的工作环境中最容易出现小动作。 换句话说, 工作越轻松, 工作量越小, 员工做动作的频率越高。 而工作量越大, 工作者越繁忙, 员工就越是无心顾忌那些小动作。 因此, 想办法充实自己的工作, 能够在潜移默化中改变这些习惯。 与此同时, 员工也可以强化自己的时间观念, 要时刻提醒自己, 还有很多任务没有完成。 时刻提醒自己, 不要因为其他事情分心, 尽量压制自己, 好动的习惯。 而且最好是强制规定自己在某一时间点上, 必须要完成相应的任务。 这样就会不自觉地加快速度, 并投入工作中。 如果这些方法不起作用, 那么, 不妨采取一些惩罚措施。 比如很多华为员工, 在工作中, 一旦发现自己无意识地做了小动作, 就在笔记本上记录下来, 然后增加部分工作量。 如果做了两次小动作, 那么就再次增加工作量。 习惯性小动作的频率越高, 那么增加的工作量就越高。 通过强制的惩罚, 员工们会自觉地改掉自己的老毛病。 华为的培训师认为, 减少不必要的习惯性小动作, 并不是为了抹杀员工的个性, 或者限制人身自由, 而是一种自我约束, 自我克制的方法。 毕竟这些小动作关系着工作的态度, 状态以及个人与公司的整体形象。 这也是细节教育和培训, 对于小动作的改正, 恰恰显示出了华为人追求精致, 把握细节的观念, 这些小动作很容易被人忽视, 却往往影响深远。 试想一下, 如果一个公司里的员工, 协坐着办公, 敲着二郎腿, 或者有事没事, 发出一点噪声, 那么看起来就像是一只散漫, 无组织, 无纪律的队伍。 公司也很难要求这些员工, 能够进行有效的自我管理, 很难让他们专注地服务于自己的本职工作。 任正非认为管理要从大局开始, 在细节结束, 员工在进行自我管理的时候, 不能只顾着提升自己的技术, 不能只顾着检验自己的工作方法, 或者研究自己的工作计划, 想要把工作做得更好, 想要让自己的效率更高, 想要进一步提升自己的个人魅力, 就必须懂得关注自身的一些细节问题。 只有把这些问题都解决好, 只有约束了自己的一些小缺点, 才能够确保自己不断得到完善和提升。